反正波尔金基斯呢 他目前这个就是交易价值挺危险 因为他是主动跟队内的鲁卡东旗叫了一回板 这就是挺危险 你有这种行为的 他本身呢 往往甭管东旗 他是整个为人的 平时怎么带队伍 队内啊 他是否说 统领这块呢 有诸多瑕疵 但是你作为一个帮手呢 你要是主动挑事 这往往外界还是更多给你啊 就是拿有色眼光看你的 似乎说你还是问题更大 正常就是下课上呢 在一个除非在古怪的地区 有这种现象 甚至被赞许 下课上啊 在正常地区呢 下课上都是被鄙视的 一把来讲都这样 尤其NBA呢 有点类似于军队打仗 这么一个军纪严明的环境 说白了呢 这就是一道指令只要下来 你临阵抗命的话 那你这不不好办 要不怎么说 这往上有时候就是 形势就这样 NBA球队呢 你这个要不怎么说 竞技体育如同现代的战争的 场上绿路员或说团队的管理 有点军事化做法 起码就是 上下级还得是需要清晰的 还得需要清晰 你才能有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嘛 所以布尔金基斯呢 他这种公然的挑衅 公开的放话表示不满 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再加上呢 甭管说具体什么原因呢 给你一些空位 你确实没投进 你或许是因为跟东齐之间内部有矛盾 你对这个团队文化不是很满意 对东齐 他占据过高的对内地位 你内心当中的心胜嫉妒 甭管咋地 你发挥不假 再加上你有了下课上的举动 绝大部分地区 这都是难以忍受的 尤其MBA也这么一个竞技舞台 对内次序得清晰分明 绝对是然呢 你就不能轻易的 起码公开对媒体放话 捞乱军席 动摇了这支球队的根本 布尔金基斯作为对内的 有一定名投的二当奖 公然自一大哥 也差点 所以这个事主要说来 布尔金基斯 那你只能说怪他 东西肯定有原因 但你只要说公开对媒体讲这话 有问题 现在布尔金基斯啊 他就不太我爸了 交易价值 每况愈下 基本上 登侠呢 想把他换走 必须得搭选用拳 不搭选用拳 没有什么要的 不搭选用拳的 现在不是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